假设假以均为整数 则假加一到原点的距离 和七倍的一减一到原点的距离 等于四 那么假加以会等于多少 类似像这样子的题目 它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如果说它是正整数 正整数 不是负的整数 正整数再加上正整数 如果说等于零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它是正数 正数加正数它会等于零 那么它就会是零 那么这里的概念也是 你想一下 如果说有一个正的数 整数啊 正的整数 然后再加上一个七倍的正的整数 然后呢 会等于四 那你要知道七倍的整数的七倍 一定是比如说七的一倍是不是七 七的两倍是不是十四 那么十四再加上一个正数会等于四 不可能嘛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呢就要等于零 当七的零倍再加上一个整数 正的整数等于四就有可能 同学 这种题目你如果说想法上面有一个正确的想法的话 这个题目就很好理解 好 这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重点是这个 它们是整数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因此这个地方呢会等于零 一减一等于零 所以一呢会等于一 那么它就会变成七乘以零倍 这就会是零 也就是说 甲加一 甲加一 再加上七乘以零会等于四 这样有没有感觉了 好 甲加一 一 就会等于四 甲加一呢 会等于正四 甲加一到原点的距离 等于四 或者是 这是甲加一等于负四 然后甲这里呢会等于三 这里的甲呢 会等于负四减一会等于负五 好 倘若甲等于三 三加上一会等于四 题目叫我们算甲加一等于多少 一个是答案是四 另外还有一个加可能会等于负五 负五加一会等于负四 另外一个答案是负四 这一题我们的答案是四 和负四 类似像这样子的题目 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的变化 大家多做几题 你就会感觉到说 其实它这个题目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前面的观念感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什么 重湧 发干 issues 一些资 emphasized的